武器是下水道那也是相较于他打其他英雄而言 他打建模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你懂我意思吗 武器相较于 他打其他英雄就相较于来说他打建模还是很好用 他不差1技能的2秒CD 这机制的问题纯机制跟他的技能数值问题 你说打武器他不好打别的那关我建模什么事呢他打我照样他妈打儿子一样 你能懂为什么 武器打建模就完兵线差不多吧 因为建模不可能先手打武器 你先手打他跳过来你就死了 感谢白鹿欧文欧的办卡 杨妙人 包子切 OK 这个小兵死了我们就出去 学义 学义 只被磨了个QA 但是你看 这武器又很笨 他只补了多少 七个刀 只补了七个刀 骸骨还没 把药喝了 一个一打一白 这么亏 好从现在开始 我们能不补刀绝对不要被换血 把这B要进来自爆了 我跟你说 其实补刀没什么区别 看他在不在里面 他不在 走了吗 没走 他没走他总共要补刀的 但是你看啊只要你一空线他补这个 冰之压力就很大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看我们冰线慢慢回推了 这帮你有点犯贱的嘛就入侵 安妮雷 安妮杀他 说这时候我们不要再追了 我们很亏了其实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亏吗 因为你看这冰线他是回推的对吧 我们再去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冰线是往这边推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队友他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管 你要做的一件事你想上路不爆炸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很关键 就是赶紧把冰线推了 赶紧走 你但凡推慢一点限于要1被卡 王子来一次死一次 你懂为什么就其实武器是不亏的你看很多 很多时候啊 你的打野为什么整天压力你说 哎呀你老是吃了破壁冰线 之所以有了打野他不懂完就是这样 就是对面他带点燃的 上单 他一波兵囤完之后压到你家塔下 然后你们家上单他这个时候是 是在一个 补刀的过程中 他实际上并没有说 可以去支援但是你像 武器啊 因为他 已经是相当于把那个 兵线都已经囤完了啊推了一波线进来 所以武器他是没有兵线的问题 他是没有这种风险 所以说他自然而然就不用补刀 他只要等兵线推出来 如果兵线推出来这段时间呢 他就可以去 核道啊 支援 所以这时候看你家打野蠢不蠢就看到入不入侵 这就是武器打剑魔 凶刺感拉满基本 但是细节太大了 知道为啥主播爱做线眼 因为线眼 他可以帮你看到对方他在干嘛 他不补刀的时候他在干嘛 如果他不在线上你就可以直接 猛猛把兵线送进去 只要因为你兵线猛猛的送进去他在塔里面待了时间久 所以你出来的时候他是 不会被控住的 就是差不多这个营鱼 走了走了走了 猫在麦克风旁边没有 我家附近这里很多 摩托车 有时候还会有跑车 我们买一双鞋吧 再买一个这里 钱刚好花完 武器人麻这位智能优异 他打完他要回去 如果是明处啊就开始了 绝对开了 开透视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回程 如果是明处啊就已经开始讲了我不服我不管 刚来有没有脚本啊刚来有没有溃屏 我溃武器的屏 笑嘻子 如果是明老师就已经 卧槽 他在溃我 祝炸绝的老早日撞到屋里上 这么真值的祝福 因为我们屯线比较快 他这时候屯线已经没用了 他唯一有机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失误 要么就是他的打野来抓我 所以你打武器的心态要好 心态好就是说你无论被打爆还是说你优势 就哪怕你优势也得心态好 你不能 有任何一点的这种看不起他 比如说 你约着兵线压制他这种 你是不能有这种情况的 这有用开炸 有没有后续 你要尊重他知道吗 他走了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可惜 他走了我们还能吃肚层 不一样 电脑新皮肤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值不值得买看自己 你觉得他OK 那你就买 你觉得他OK你就可以买 武器去哪了 人呢 嗯 他就要闪了 走吧 如果还可以 喜欢他 他也没闪了呀 你不要光看我自己没闪 他也没闪了 而且他现在还被控的 是不是 武器是更亏的一方 相当于他少了一段位移 我只要把他Q给勾出来他就死定了跟你讲 跳起来打 我们有没有闪无所谓 其实你有没有闪对杀武器来讲不是有很大帮助 真的他的帮助不大 有没有闪对于击杀武器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多帮助 主要是看你的消耗这个过程 你的压力大不大 要看消耗过程 啊这队走直行 他大开了 让一下他就行 你想抓我那就 你试一下吧 等就好了 空距离他急的 武器打剑魔一定是武器急 如果剑魔急那你已经没了 武器打剑魔就是你不给他机会就双方都没机会的情况下一定是武器先急 因为他是单代英雄 他比你更依赖装备 就是 比如说中期的时候 剑魔其实也依赖装备 但是武器跟你兑现他不依赖装备 剑魔打团也还好 剑魔打团其实跟装备什么 关系不大剑魔打团主要吃队友 一定有牛逼 裂根星说可惜炮车没了那就没了 OK 现在这个出来就随便打了 他点了已经没了 看到我这个不敢上来换了 为什么喜欢出星石打武器因为有了星石就等于有了缓冲 你们知道为什么剑魔难打武器吗就是因为武器他有缓冲 但是你看 剑魔有了缓冲之后武器上来打就是他打你不掉血你打他是掉血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武器难打因为武器打剑魔 他天生就有缓冲技能 大招一个E一个对吧而且这个E是从一级就开始 所以你跟武器兑现从一级开始 他有这种缓冲技能的情况下而且他开启缓冲技能 他可以边追着你打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说他的松弛感能不高 对吧这武器打剑魔松弛感能不高吗 你去问那些玩武器的也好 主播也好 一些职业格也好或者说玩家他们基本上武器一级打剑魔剑魔是没任何话语钱的 你只要约线剑魔就得后退 只要约线剑魔就要后退 几乎打不了 尤其这种带火你只要上去给他 碰一下 碰一下碰一下 囤波线就直接给你约了 所以前面一级 不对二三级那一波就是我半血以上保持2% 然后我有闪情况下他不好约我 就是你的血不要掉太多 就是你不要赌一时之气就说 去跟他 硬碰硬动吧 你稍微 把注意力放在兵线上 能吃的今天就吃能补的刀就补 你 兵线平均的情况下你打他你只要把线控回来 你还是有很多机会 但是你要是把线推过去那你就没机会 因为你根本先受不了 你在塔下你QE打不中 对吧他跳过来至少你后面就防御塔他也不可能追着你 但你要是线推过去了 对吧你线推过去了你在他 你在他塔前面靠近他塔的位置你跟他玩 那你觉得能玩得过他吗那肯定不行 看把你舒服 这啥 所以武器你看武器是不是高手 你不要看他 杀的猛猛你看武器是不是高手 因为武器他没什么好玩的 就是武器他其实 这个英雄他的基本 他的基本盘就 就那些东西就平A对吧 就你说平A走A这些东西 技能释放时期这个东西其实很基础 他也不太需要太复杂了你说 有很多简单英雄是玩思路但你说复杂英雄他就不玩思路吗复杂英雄他也要玩思路 但是你看武器他因为他简单 强的原因 你 你看武器会不会玩就看他对兵性的理解 主播个人视角 就是我打过这么多武器来看的话 就是看他的这个兵线理解怎么样 一个强的武器他的兵线理解是很厉害的 就是他发现杀不死你他要怎么运作这个兵线 拿下兄弟们大家怎么回事 对面不服说我叫打野 那没办法